欧洲十三点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4号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请到李俊先生非常著名的 北美的卡车司机 为我们来聊聊乌托邦的话题 那这个话题 我们的题目是延绵不断的 那么其实也是我们一直的一个 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吧 那今天呢 我就相当于一个报幕员 报完幕了以后 就有请李俊先生开始给我们讲 然后在李俊讲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呢 一个小节的这种中间的间隔当中呢 我们还有在场的朋友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呢 就着这个话题呢 来聊一聊 李俊请 好的 谢谢韩奎女士 谢谢欧洲十三点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那个得到韩奎女士的邀请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乌托邦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挺有意思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比现实的社会当中 但是乌托邦又是一个 就像韩奎女士在这个 副标题里边加的 这是一个 好像是人类 延绵不绝的一个梦想 对于这种 完美社会的这种 期盼好像是 伴随着 人类的历史的进程 一直以各种不同方式的 这个面貌出现 我想可以往往上 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以追溯到 比如像柏拉图的理想国 那 呃 然后 呃 这一路上下来都有各种 不同 形式的这种 呃 梦想 呃 乌托邦这个词 作为一个词的存在 呃 首先是 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于那个 英国作家托马斯 莫尔的那个 小说 那个幻想小说 乌托邦 他这个是 我记得是 1516年出版的吧 呃 那是 差不多 五百 五百多年以前了 当时他塑造了一个 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幻想的是在 我记得好像是 嗯 是 南 南大西洋 在南非 外海的一个小岛上 这样一个社会 这个乌托邦这个词 就是 这个 这个 莫尔先生 等于是 创造的一个词 他是组合了 两个 希腊语 是 他源自于古希腊语 这他 英文 英文里边 我们现在知道的叫 Utopia 一般是 呃 用这个 U TOPIA 就是 U TOPIA 这个词 呃 但是他自己解释的时候 就是 或者后来人们那个 呃 去理解这个词的时候 呃 其实是分成两个词理解的 一个是 Utopia 就是 U TOPIA 另外一个是 E U TOPIA 这两个词的发音是一模一模一样的 都是 那个 Utopia 但这两个词的那个就是词源的意思有有点有点不一样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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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左派网站叫乌有之乡 这个乌有之乡其实就是乌托邦 这个 在这个希腊语里边这个前面这个U是指没有的意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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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什么什么地方 或者说在英文里边可以叫 Land 就土地这个Land的这个词 所以的Utopia可以要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呢 呃 可以翻译成就是No Land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幻想的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但是那个 另外那个Utopia叫EUTOP 那个TIA呢 它是指 Good 或者Ware 或者Perfect 就是一个完美之地 一个一个美好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词呃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乌托邦 一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二 这是一个梦想当中的完美之地 那 所以从那个以后这个乌托邦这个词 这个词后来翻译成那个变成中文应该是从日文转接过来的 那 因为中国在这个 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这个现代汉语的这些词汇都是通过 呃 日旅又 那个 转接到 转接到中国 中国来的 那 所以这个乌托邦这个词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存在 就是比较呃成大规模的呃受人关注的这种社会运动的存在 并且在社会上形成影响的这么一种事件 应该是就是配合着就是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呃开始发展的这种呃进程 那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那个就我们中学的时候 这个这个韩国应该还记得咱们那个中学的教科书里边也专门有一门课叫社会发展简史 是吧 是在这个介绍马克思的这个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特别介绍了这个叫空想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某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呃呃呃也事实在英语里边英语里边在描述空想社会主义的他就是用的是那个utopian socialist 是空想空想社会主义者 那么我们可以去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十就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 会出现这些这个呃utopia socialist 就是这种所谓的乌托邦的这个呃社会社会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这种无论是理论呃 还有一些实践的出现呢 就是马克思的这个社会发展简史里边那是提到过就是那那段时间叫叫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那个就是用共产党宣言里边说的话就是那个资本家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的血液 什么啊呃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的那种早期的那种粗放的发展确实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资本家这个工厂主对这个工人的压榨呀恶劣的劳动条件呢 甚至像比如说雇佣跟剥削这个同工啊呃诸如此类诸如此类的事情 那么当时一些这个所谓的有识之士他们必然为了这个更好的人类未来 要进行一些社会社会改良的构想表达自己的心愿表达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就是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等等等等 所以那个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所谓的这个呃这个忧托邦社会主义者呃里边比较著名的 比如我们我们这个在这个国内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像这个英国的这个罗伯特欧文呢呃 呃法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圣剩西门呢这都是当时有自己的有自己的住宿呃有有自己的理论 同时也有自己的实践呃这他们所有的这种呃理论跟实践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 那比如说像这个包括像这个罗伯特欧文呃圣西门弗利业他们呃都提倡 比如说这个减轻对工人的剥削呃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呃要提高教育水平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对后世的这种包括这个工人权利的一些有关于这些立法呀 啊这种教育制度的这种改良啊都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这些人的理论跟实践在当时以及以及到后来呃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呃没有一个是成功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失败呢又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呢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分支 一个是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支 呃呃就变成了马克思就把这个乌托邦的理想 我加个引号的叫科学化了变成科学社会主义呃 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加上科学的这个一个头衔 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就是正确性跟真理性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呢那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个所有的在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人我们都知道那那段历史 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这个最美好的愿望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就是用这种阶级斗争血腥的暴力这种残酷的压榨严格的等级制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个乌托邦的思想走向极致的时候 他完全就变成了不是建造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 而是建造一个赤裸裸的人间地狱了 当然还有在西方的这种国家里边的乌托邦主义的呃这种思潮 后来在西方国家他也有另外一个演进的演进的方式 一包括把它变成了一种社会改良的理念 而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种民间团体啊 呃包括也包括这个议会的斗争呢 这个左翼政党的出现呢 那当然我不是说把这个左翼政党呃一棍子打死 龙儿统治的归托归至于这个呃乌托邦里边啊 呃但是他们里边很多的一些政治诉求 政治理念确实是带有很多的这个呃乌托邦的这个色彩 那么这个一般的来说我们在这个学术界认为 这个乌托邦的表现方式有多少多少各种各样的种类呢 呃美国的有一个专门研究乌托邦的一个学者 叫那个萨托邦他过他有过一段话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其中包括呢社会主义者 有资本主义者 有民主派有无政府主义者有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男权主义者平均主义者等级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左派右派改革主义者自由恋爱主义者核心家庭论者扩展家庭论者男女同性恋者 还有其他种种包括自然主义者基督教天体主义者 我我我列举这些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尤其那个这个可能说起来就跟现实有点关系了 就是我们我们认为这种往往认为乌托邦思想只是跟 这个左派挂钩好像左派是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典型性的一个乌托邦思想 而右派 我说的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语境下说的这个左右啊 而右派呢好像是偏于保守 跟乌托邦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从我刚才列举的这些这个各种有乌托邦倾向的这些主义或者派别里边 我们会发现里边左右几乎全部囊括 那所以这里边就是是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乌托邦的这种思想跟诉求啊 他在他如果能够控制得当 使用得当 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有助于在社会环境当中呼吁 人的这种生存状况啊教育状况工作状况的这些 这些所有的这种生活境况的这种改良跟改善 但是乌托邦一旦走向极端化 他对社会的危害就会凸显出来 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就是完美的理想跟不完美的现实 完美的构想和不完美的理性之间的一个无法调和的这种固有的内在矛盾 所以这个乌托邦思想的这种呃这种美好的愿望 他如何能够对我们成为一种有利的 而不是有害的一种呃一种思路 或者说一种社会改良的一种路径 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呃无论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在考量整个的这种嗯政治生态的改良的时候 必须得实时警惕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乌托邦主义的这个呃内在的这种固有矛盾 那就是这种完美和不完美之间的这种现实的存在 跟这种应该是永远会存在的这种内在矛盾 所以当我们如果某一个人如果把这种乌托邦的理念 把它趋向于极端 那么这里边首先一个他就是想试图跨越这种矛盾 就是用一个不完美的人去实现一个完美的世界 这个里边就会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呃 呃这个社会危害 因为这种危害可能我们呃如果 尤其像我们这样在这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边 都有过比较长的这种这个生活背景的人应该不难理解这一点 啊好我我我先那个这个这个地方我先开个头先说到这儿 然后咱们还是一个圆桌会议的形式吧 那刚才那你那你给我帽子加的太大 主讲人啊 啊那个咱们今天也来了不少那个会议室里来了不少网友 我想可能不少人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听听大家呃聊聊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再说一些这个跟乌托邦有关系的其他的一些故事吧 行那个这样子啊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主讲人后面我加了一个等字啊 就像好多大标题后面有个问号是一样的哈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见等要看见等我就不不废话了 好的那我们在场还有好几位朋友 然后我最近也是在读一本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真的是特别的推荐 景老师的在超院与经验之间 那这本书其实读起来还是挺费劲的 然后我就是一边读也在一边的做一点这种笔记吧就算是 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因为他在讲超院和经验的问题呢 呃他主要是在讲东欧的作家 然后东欧作家呢是讲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三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呃哈维尔还有克里玛 然后在这里面呢首先他就先在做了一些理论上的铺垫 然后就讲到了这个现代性 还讲到了理性与浪漫 还讲到了乌托邦的理念 然后这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所以说我就是有些东西呢就是在试图在理解 然后这里面其实他提到刚才李俊先生在讲的时候 就讲到说为什么十六十七十八世纪 为什么会出现乌托邦理念和实践 然后比如说在景老师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他有追溯到 当然这个里面也是他在从一些资料 一些著述当中的研究的过程哈 那么追溯到这个文艺复兴 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前呢 实际上是一个轴心时代 也就是说这种宗教信仰呢 是在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呢 那么人的就是开始以人为本了 以人为主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可能人对信仰或者理想的这种追求的部分呢 出现了一些真空的部分 那么乌托邦思想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他来填补这种信仰缺失 或者说真空的这个部分的这么一个路径吧 或者说产生的这么一个由头吧 那么我就先说这么两句吧 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看到的一些 试图理解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在场的 比如说 我看哪位 哪位还有没有 要是没人讲 我就接着再聊两句 我接两句啊 那来你讲 提到乌托邦 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25号宇宙试验 就是说人们为了证明这个乌托邦社会 有没有可能存在 有一个科学家在19四 19四几年 1947年就开始做了一个 以人口密度为课题的实验 就是在一个有限的密闭空间里放上老鼠 然后呢 他做了很多时候实验 就是说他提供了5万只老鼠的这种场所 但是老鼠的总量没超过200只 里面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又做了更大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把外界的环境完全隔绝 然后在里面放上充足的水和食物的供给 然后在里面放上6对老鼠 然后呢 做到第25次的时候 这个25 这个叫25号宇宙 他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繁衍就毁灭了 但是呢 这里面这个过程 详细的可以从网上找到详细过程 非常有意思 我不想说太详细 就先简单说 在里面出现了一些社会现象 就是说 本来这个可以繁衍到6000多只老鼠的一个 这种乌特邦空间 但是呢 实际上老鼠繁衍到2000多只就开始下降 然后最后整个这个种群在这个乌特邦世界里灭绝了 而在灭绝的过程中呢 很多成年的老鼠形成了一些跟人类社会非常相似的这种社会行为 比如说一些没有领地的老鼠聚集到这个25号宇宙的中央 然后每天无所事事 然后打理羽毛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说 产生额外的这种攻击性 就是说在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教育学的很多这种人类行为 跟25号宇宙里面的这些老鼠的行为都非常有相似性 而这一点呢 现在就是说非常值得探讨研究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人类社会整个的这种生产能力和物质制造能力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消灭这个最 就是说理论上啊 完全是可以消灭所有的这种疾病和这个饥饿的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恰恰没有消灭这种饥饿和疾病 这究竟是上帝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问题 还是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就是说 不会毁灭的可能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这个乌托邦这个事情 除了讨论它能不能实现之外 如果科技实现乌托邦了 那是不是我们整个人类毁灭的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 我想到了一个一个俗话呀 特别简单的俗话 水至轻则无余 然后我觉得刚才在纳兰说的这个 如果实现乌托邦了 是不是开始毁灭 好像还到不了实现那一步之前 就开始有问题了 李健请 那个纳兰说的这个实验 是一个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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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的事情 值得 值得去探讨 但是非常不希望在人类社会做这种实验 那个刚才那个韩奎女士提到这个那个景先生那本书里边说这个说到这个就是文艺文艺复兴之后 这个回到这个就是产生的这种所谓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另外一个那个表象或者说它的一个本质就是理性主义 是吧 呃就是开始用人的理性去探讨这个世界而不是在所谓的呃 所谓的神权绑架之下呃 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要嗯 我想要澄清一下 就是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呃 所谓的文艺复兴而产生的这种理性主义或者人本主义的这种思潮 是一个单一的 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环境里边 那个出来的朋友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是一种单一的一种反神权 呃的一个一个思潮 但这是一个比较片面的首先一个 反神权不是反上帝 这一点要要要要理清楚 呃反神权在当时主要的表现是反对这个罗马天主教庭 对这个整个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么一种垄断权 把自己自立为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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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者 呃所有的信价 表达呃救赎都必须得通过罗马教庭 这是要那个稍微补充一下的 还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发展 势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这个路径的走向 呃一 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圈子里边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后来以这个宗教改革为代表的就是叫重塑与和解 就是重塑呃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不要那个中间的代言人我要直接跟上帝对话 另外一个就是和解就是和解也是指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以前因为这种罗马教庭的这种这种垄断以及罗马教庭本身的腐败而被扭曲被恶化的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纯洁自己的信仰 坚定自己的信仰直接跟上帝呃通过呃通过呃这种这个圣经的这种学习来重新的能够恢复跟上帝的良好的正常的关系 所以在这一点上呃不存在呃所谓造成这个信仰真空的呃情况 但是另外一个理路上就是走向了理性主义甚至后来走向了这种极端理性主义 就是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了来理解来解决所有的呃问题 无论是精神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里边比较典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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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 我这一句名言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 那所以呃这个这个事情我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考量这段历史的话 可以从不同的路径上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思想史的发展空间上或者这个社会的社会文化史的这种发展空间上去去观察这个事情 也能够对呃我们了解现实的这种呃西方社会当中 比如左派右派的这种呃分歧啊争执啊矛盾呢呃产生一个更更全面的了解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呃聊的这个主题是这个乌托邦啊 我还是跟大家再说点这个呃乌托邦的这个故事 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嘛我就聊点跟美国有关系 一个我刚才我提到那个早期的这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里边 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罗伯特欧文 他本来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呃有有经商能力 也有政治报复 但是苦于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英国那个地方这个地盘太小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个施展的空间 所以他就带着一大笔钱 呃在19世纪初 就来到了美国 呃准备在美国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伟大的这个 乌托邦实践 呃在美国登陆以后一开始在美国东部地区想找地方 呃也是选找了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啊什么的都想找个地方 因为宾夕法尼亚当时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这个东部的13个殖民地里边是各种这个宗教自由啊各种自由是保障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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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比较完善的一个一个州 但是在宾州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后来他就坐船沿着这个俄亥俄河一路 向西南方向旅行想找地方最后是在1824年1824年在现在的我们那个印第安那州跟伊雷诺伊州和肯塔基州三州交界的地方找到了一片地方呃买买下了一块地方呃买买下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两河交界 是俄亥俄河跟那个就是印第安那州的州河叫卧巴士就那中文里边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可能可以翻译成卧巴士还是什么但anyway英文里边他叫卧巴士这两条河的这个交界的三角洲这个地方买下了一千两百多公顷一大片地方开始开始自己的这个乌托邦实践 然后建立了学校建立了工厂建立了商店建立了教堂建立了呃工人俱乐部建立了这个呃歌剧院啊那个啊当然还有还有啤酒馆啊自己酿造啤酒那当时啤酒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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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设施嗯他的实验开始以后呃制定了非常完美 呃呃我应该加个引号这可能非常完美也非常严格的各种社会规范呃各种这个规章制度 比如好像要求我因为我去过那个那个博物馆看着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也非常有有感触就是老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那种就是那种 毛泽东实在那种共产主义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强调这个这个整齐画一 要求工人比如说早晨五点钟起来起床然后洗漱15分钟呃然后呃早餐呃那个半个小时 然后从几点开始开始读圣经然后几点开始要进行的一些这个体育体育活动锻炼身体 然后几点钟开始上班几点钟下班然后宿舍里边都有非常严格的这种那个规章制度呃我我对于我的这个描述我想我们从这个有在中国生活经验的 所以一定一定一定不会陌生然后讲究对然后然后讲究这个这个生产产品的这种平均化分配要要这个雨露均沾啊呃就是所有的也就是让我看了以后就是我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那个人民公社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呃 当然也不出意外他的这个实践仅仅持续了两年就归于失败呃就是钱财散尽呃最后只能是宣布破产告终 因为毫无疑问这种平均主义的这种分配理念呃所有这种这种这种呃强求疑虑天偏天偏一律的这种呃生活方式 既让很多人受不了也培养了很多懒汉呃呃所以他的他的他的实验就仅仅持续了持续了两年 然后就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呃宣告宣告宣告失败了呃不过他的他的那个家人后人后来还是但是他重视教育这点是很值得肯定的啊呃他的后来他的后代也都是在那个各个自己的专业领域比较有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人 有的当医生有的当律师啊什么的呃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他的教育在他的这个子女身上还是呃产生了比较不错的这个正面正面效果 所以我一直建议那个对这种社会主义乌托邦有这个兴趣的人在美国我老建议他们到那个小镇子看一下那个小镇子起了他他把那个小镇子建好以后起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 叫New Harmony叫新和谐 那所以你从他这个从他的这个名字从这个镇子名字上你也能看到这个镇子本身寄托的他的创建者的心中的那种美好的愿望跟那种那种呃乌托邦的理想呃这是一个故事 另外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故事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乌托邦思想的形成他的那个就是原流各个不一样有的是出于对比如说对这个呃现实的一些弊端的一些反思不满而寻求一些改革方案 也有的是呢这个资本主义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进步这种各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水平的提高 有些人开始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天国 就是有能力就是技术上已经允许在地球上来建立一个完美世界 这里面这个故事说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长啊那个可能多占用一些时间 就是我们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嗯包括这个通过这次美国的大选 如果大家会关注的话就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就是最早的这个殖民地地区之一啊 就是除了这个弗吉尼亚地区然后当时这个呃美国最呃最重要的这个殖民地 就是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包括这个像这个马赛致沙呃尼亚迪克克那个罗德岛啊 就是包括这个纽约上周啊还有嗯这这几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 这几个地区你想是这个武游花号登陆的地方呃最早的这个那个殖民者登陆的地方 这些那个清教徒在那边有有很深的影响力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看 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 一般像这种清教徒团体 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派别 那么为什么 你从美国的政治版图上 你会看到那几个州 现在都是蓝州 甚至是深蓝州 都是比较偏向于民主党的州 比较左派的州 它是怎么形成了 这种一个从一个我们想象当中 应该比较保守 而变成一个比较所谓的 比较自由派的这么一个地区的 这里边就要从美国的工业革命 开始要说起 因为美国的工业革命 是继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就时隔不久就开始了 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 英国的工业革命 从蒸汽机然后纺织工业 尤其是从纺织工业开始 当时发明了那个叫什么 那个珍泥织布机 所以这些技术也很快 但很快也很曲折 这背后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这些织布机怎么流传到美国来的 因为当时英国封锁这些高科技 不允许这些高科技外流到其他地方 后来是通过各种曲折的办法 才其实是盗取了英国知识产权 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的 这点上可以 美国朋友可以反思一下历史 美国一开始也玩了一下弯道超车 盗用知识产权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就说这个 他们这个 纺织工业慢慢在美国东北部地区 兴起之后 就存在一个 一是要雇佣劳工 二是要这个企业管理等等 这些问题 后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纺织工业发展的这个体系 形成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叫Lowwell System 那个我不知道 好像这个词在那个中文里边 有没有搞管理学的 有人翻译过 叫应该翻译成叫 洛威尔管理系统吧 洛威尔是那个美国的一个阵子 那个在 他是在 他是在 那个查尔斯河边上 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这个纺织工业 都需要用这个水 水力推动 就简单解说吧 就是这套系统是怎么弄的呢 他把工厂建立起来以后 要雇佣劳工 当时周围的劳工全是农民 就是这个新格兰地区那种 就是那个 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农民 非常的非常的保守 而且特别重视这个家庭关系 他们就不愿意让自己孩子 进工厂去劳动 认为这个种地才是自己的本行 那不愿意让孩子到这个工厂里边去劳动 后来这个洛威尔系统 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办法里边 就暗含着一些这个 乌托邦理念的一些影响在里边 他们就开始建这种工业工业新城 把这个工厂建好以后 还建各种配套设施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 罗伯特欧文也干的 那个职工宿舍呀 这个酒吧呀 这个娱乐设施啊 台球厅啊 剧院呢 图书馆呢 学校啊 医院呢 一应俱全 就是设计好这么一个工业新城 然后呢 如果招一个女工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父母都带过来 父母带过来以后 可以在这个工厂的附属设施里边 找到自己的工作 比如说在商店里边卖东西啊 还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帮忙啊 还是在图书馆里边当图书管理员呢 anyway 通过这种方式又不打破当地人的这个家庭纽带 同时又为自己的工厂 这个招来了工人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设计 当然管理也非常严格 那个都是因为当时那个纺织工业嘛 招的多数都是女工 所以这个女工 每个宿舍里边都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韩奎 在咱们上学的时候 这个这个宿舍楼里边有那个楼妈 当时的这个 对楼妈这个楼层管理员 美国当时的那个宿舍里边 也有这样的楼妈 也有这样的宿舍管理员 而且都是那种 都选的那种 表情比较刻板 就是那种 比较严肃的那种 那种大妈担任这种管理员 他不仅是 这个管理这个宿舍的秩序 这个这个维持这个宿舍的卫生 他还起到政委的角色 要管这个这个女工的衣着是否得体 举止是否得体 还有包括要领着他们 要要要读圣经 要要要要就是做所有的这些这些工作 那是一个相当相当繁重的工作 那管理的仅仅有条 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效率 也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在当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 这个看来是一套不错的 管理模式 所以在这个 如果研究管理学的人 对美国这边那个有所了解 应该应该会接触过这个字 叫Lowell System 就是Lowell这么一个词 这个系统后来是怎么崩溃的呢 这就这就更有意思了 就是说这个一个乌托邦思想的这个崩溃 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 首先是一个就是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 这种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 第二个呢 又因为随着这个工厂规模 这种市场的扩大 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工 那么这就带来了问题 就当地的劳工已经不复使用了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开始 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就开始引进了很多的这个海外劳工 这些海外劳工里边包括 像爱尔兰劳工 意大利劳工 还有中东地区来的 黎巴嫩的劳工 甚至有伊朗的劳工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人群 变得非常的多元化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那种原本的那种比较有 就是规模限制的那套管理模式 就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比如在那套管理模式之下 一开始大家都相对来说 呃 确实比较相当满意 你看这个家庭也也能有照顾 工作也有安排 呃 然后各个方面不仅有物质上的照顾 而且有精神上的呃 这种关照啊 呃 在当时呃 有人兴奋的宣布 这套模式 已经彻底的 在这种工业新城里边 消除了贫困 消除了犯罪 好 随着规模的扩大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 有这个爱尔兰人来了 是天主教徒 意大利人来了 可能也是天主教徒 然后黎巴嫩人来了 或者伊朗人来了 可能有伊斯兰教徒 那么这个社会 这个人口版图的多元化 就给这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巨大的问题 然后慢慢的 因为这些劳工的扩张 工厂也没有能力再去 以一个就是说 一个先期安排的方式 给他们建好工人新村 然后再对以前的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扩建 那么就出现了 这些劳工在这个工厂里边工作 然后他们的家属就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业新城外边 就大个简易的窝碰啊 什么的就 暂时先能够就是勉强度日 那么就就产生了 包括好来说酗酒啊 什么一些这个打架斗殴啊 种种这些事情 然后最后终于这套系统就是崩溃了 崩溃了以后就是工厂只管工厂的事情 把这些事情交由社会上去处理了 那呃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还有一些后后续的发展 我我先说到这边 对聊的时间比较长了 其他有一些什么朋友可以呃 接着接着说一说 其他哪位其他哪位可以接着这个话题 可以聊一聊 我看 我们其实聊天室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最近朋友圈里 呃 流传一个事件 就是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呃 孙大武被呃 这种社会方面的这种秩序的这种方式来 呃 进行呃 规范 而孙大武这个人他非常传奇的就是说 他一件违法的事情不做 呃 以至于他几年前在入狱之后呃 没有任何这种就是犯罪的证据 强迫他承认一个呃 就是不存在的一个罪名 那他最后呢 还是被放出来了 但是最近又被抓起来了 但是他所实践的所有的事情和工作 就非常跟这个乌托邦的这种呃 构想 类似 就是说以呃 以人们之间的一种呃 叫良好的愿望 形成一种有秩序的这种呃 工业社会 但是有一点呢 呃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设计的乌托邦 除了那个25号宇宙 他是一种就是人为阳格控制下 可以把这个用这种高等物种 对低等物质物种的社会控制的方式 呃 来强行进行各种外界因素的隔断 而人类社会现在形成的这种局部的乌托邦 或者是说呃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小乌托邦 因为儿童在未成人之前 他的需要和需求就是得到无限满足的嘛 呃 呃 这个呃 当然有个例 但是大部分情况 每个家庭对于孩子来讲 可以呃 说可以这么比喻是一个小的小的乌托邦 而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种社会上 在人类社会之间设立这些乌托邦 他肯定还是要跟外界 是有交流 有沟通 有信息 包括呃 刚才说的有外部人口像这个小的乌托邦的这个环境里去流动 他去增大生产规模也好 还是是改变一些东西 他是难以做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这种乌托邦了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做一个与世隔绝的这种乌托邦 用一种强制的物理黑洞把这个乌托邦封闭起来 那可以说这个文明已经灭绝在黑洞里了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形成一个呃 比较值得考虑和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是有一个悖论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这种社会的构想 或者是说乌托邦问题的这种探讨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和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25号宇宙里出现了很多老鼠 有那个丁克一族 有扫子化 有这种底端 底端那个叫这食物链底层的老鼠互相之间进行暴力伤害 然后以及这种就是社会的这种无序和无目的性 有很多这种相关问题都跟人类人类的这种社会行为 有非常相近的这种表现 而我认为呢 这种探索呢 在人类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生产力高度发达 人类文明正在面临一个基点去向下一级升级的过程中 那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因为根据先 根据那个 一个 叫卡尔达肖夫指数的一个宇宙文明分级的一个理论体系来说 人类现在的文明级别是0.72级 也就是说按照人类能利用的能源的总量来计算人类跟到这个0级到1级文明的跃迁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有可能是几百年也有可能会快一些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在文明级别跃迁的过程中 那我们面临驯化地球所有能源的之后 是不是我们会短暂的进入一个乌托邦时代 而这个乌托邦时代 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预计或者是说想象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像下一级文明跃迁的过程中就死在这个精神境界里了 死在我们这个文明的这种内部消亡的需求了 因为现在我们虽然还存在着很大的这种探索空间 包括科技 包括对地球本身 包括对未知世界 但是限于一些物理学规则和物理学这个原则的原因 人类文明早晚会碰到一层界限 而这种界限呢 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为期不短的乌托邦时期 就是说向外突破没有空间 向内发展也没有去进一步深挖的这种科学和技术 那你只有消费促进消费 但是呢因为人类的欲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你的消费的这种这种这种欲望就就会消失 而这种消失呢就会造成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这种 这种自我毁灭倾向 因为这个事情在很多我教育的学生里面 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表现 就是说家庭条件非常好 父母给予孩子的压力非常少 然后将来对社会上面临的竞争也非常少的这种孩子 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他们心理上就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竞争 如果有人去打他了 那他就躺在地上不起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整个这种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乌特邦社会里的一种一种现象 而这种现象是跟人的这种本性 以及他的这种生理学特征和他的这种自然基因设计有关的 并不完全是这个人不求上进 或者说并不完全是这个人的这种心理 或者各种心理问题 而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种生物 或者说一个生物种群对万界环境上的一个必然反应 那我相信认识和了解这一方面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探讨和研究 无论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 还是人类的这种个体教育 还是我们个人考虑自己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我提出这些想法呢 只是希望能给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启发 并不是说做任何设定的结论 就说我们自己 实际我们就是我自己吧 就是经历过当年三线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三线建设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啊 建立了大量的那种三线工厂 每个三线工厂实际都是一个小王国 所有的房子是工厂来盖 然后工厂来分配 在这个工厂里的工作上学娱乐 所有所有都这样 其实这本身当时的这种情况 建立的就是一种 类似乌托邦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和外界产生比较少的交流 但是那又完全就不可能摆脱外界的交流 这是一个就是我 其实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经历过 包括过去刚解放的时候 在东北也好或什么建立的工厂啊 这种其实都有类似的性质 这个工厂当然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后来纷纷都倒闭 还有呢就是前几年以英国出来的吧 就是有一个实业 有一个电视节目 就是把一群人 这个选来的一群人 毫不相关的一群人 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头 吃喝拉撒碎全在里边 那么所有的供应当然都是给提供好的 然后呢外界的这些电视观众 在观看这些人 在一段时间里的各种活动啊 情绪的变化什么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实验 以色列的吉布斯 当然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当然以色列当时有一个特性 有一个特性就是面对新国家的建立 这个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包团取暖啊 或者是什么的问题吧 当然吉布斯一直现在还发展到现在 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在以色列的存在 其实这个东西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实验 那么这种实验的话 也许是为了未来吧 或者是为了一种理想 但是那是者生责又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还是存在于那个形而上的这么一个东西 真正要落到实处的话 也许未来 但是未来又属于我们吗 也属于我们的未子女吗 可能都不属于 那么只有天指导 好谢谢 刚才那个纳兰先生的发言 那我首先我得说一下 我没太听懂 不过这没有关系 因为他举的那个家庭的例子 那个还有那个老鼠的例子 跟我理解的这个 作为一个社会层面的乌托邦的理想 跟乌托邦的思潮之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的关联 我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 可能才能够更深入理解一些 那个刚才我韩奎说的 我前面也说的 就是乌托邦的这种思想 他本身有他内在的固有的矛盾 就是整个的 如果把乌托邦作为一个社会改革方案来理解的话 这就会出现 就是韩奎你刚才也提到的 就是他的这种内在矛盾 变异为一种对一部分人 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强制 就是我以前也老是半开玩笑的 就是老说这个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左派领袖罗伯斯比尔提出过来的那句名言 因为法国革命是争取自由 但是在这个革命的过程当中 有人不同意左派的做法 罗伯斯比尔那句名言说 如果你不自由我就强迫你自由 那这就是一个 充满了这个内在逻辑矛盾的这么一个口号 听起来很美 但是做起来很恶 那以自由的旗号 出现的法国大革命 结果是让断头台上的闸刀都不够用 都显得不够锋利 那处决的速度太慢 所以这种乌托邦思想 我就是华世前 我就是那个比较认同 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位学者 那个那个Sarjan他说的 乌托邦这种思想本身有利于我们 去反思或者正视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当我们基于这种美好的理想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提醒自己 完美的世界在地上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的问题只能靠人去解决 而不能基于乌托邦 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去解决那些造成问题的人 而事实上 当乌托邦的思想走向极端 走向极致之后 我们都会发现 他们采取了共同的措施 都是不是去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造成问题的人 那比如说在中国 无论是镇压反革命 还是公社化运动 还是那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都是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的远景 给你画了一张大饼 然后呢 通往这个大饼铺子的钥匙 就在我兜里装着 你们我跟你承诺 是只要你们跟着我走 你们就能到那铺子里吃上大饼 而所有不跟着我走的人 都是妨碍其他人 跟着我走去铺子里吃大饼的人 所以这种人不仅在精神上要肃清 而且肉体上要消灭 那这种东西就是当乌托邦的这种理想 走向走向极致的时候 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因为人类社会本来是多元的 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多元的 甚至一个家庭也是多元的 所以这点上我就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纳兰说的 把家庭认为是乌托邦 我想这是一个对乌托邦这个词的一个可能 是一种曲解 不是在社会层面上去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当我们把这种东西 这里边属于暗含着一个理论 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对的 跟我不同的都是错的 当把这种理念作为你建造一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基石的时候 这就会出现问题 你看我的心中有一个完美世界 通往完美世界的蓝图跟开大门的钥匙在我兜里装着 那么你想所有反对我的人 因为我是对的 那么反对我的肯定是错的 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把他的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 首先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帽子 叫科学社会主义 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那么你想 一个反对真理的人 他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 那么杀你没商量 关你没商量 那这就造成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乌托邦的思想 跟乌托邦的那种社会改革方案 以及那种强制性的暴力的实行这种社会改革方案 它是几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其实你要说乌托邦的思想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从柏拉图开始到中国的庄子 到康有为一系列的人 那是不是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这种乌托邦的思想呢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在期望实现一个完美社会呢 所以当我们遇到自己的这种思想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 不要走向狂妄的极端 要提醒自己 我们是不完美的 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不可能创造完美社会的 而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能跟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人坐下来协商 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而不是把我们心中的理想 崇高化 意识形态化 变成唯一的不可替代的 永远正确的一个社会改革道路 如果这样想的话 无论是左派右派 他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都是为了所谓实现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理想 而进行的这种社会强制行为 这个话题我是半路上来看见的 节目开始之前还没想好 听大家聊了半天 我有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接着这个老李的话说 他说那是理想 理想和现实差太远 对吧 我想接着一句话叫理想是必须要有的 那万一是神仙了呢 对吧 这是一句玩笑话 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 乌托邦的设计者们 他们只从自己的想法出发 设计了这么一个 对每一个人都是相等好的这么一个社会 但事实上 他们却忘却了 他们设计的这个乌托邦的这个世界 或者乌托邦这个社会 里面充满了一个个具体的 各有不同的想法的 或者意愿的人 那这些人 你把他要想统一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刚才老李说那个话很好 你要是不自由 我就强迫你自由 对吧 那一加上强迫的字眼 这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我读过这个哈耶克的 关于那个通往奴役之路 那本书 我对这本书呢 爱不释手 我看了好几遍 里面的很多句子我都能耳熟能详 那本书实际上就规划了一个 就是他写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乌托邦的社会 全部是人为计划的社会 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事方方面面都被人为的计划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通往奴役之路 前面老李讲的很好 那个只不过没把这个话题就引出来 我呢就接着引出来 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强迫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然后由他们来认 任由他们来摆布 任由他们来设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我们可以说这些乌托邦的设计者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比如说像建设或者通往共产主义一个伟大的理想的前一个阶段 叫社会主义 苏联是了失败了 中国是了 我不能说失败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解体 他还在实验当中 不过呢正像我们过去曾经说着 过去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好像这句话翻过来说 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而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救社会主义 那就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具有悖论性的一个 甚至那个场面特别有这个戏剧化的场面 什么戏剧化场面 高高的举着社会主义大旗 大踏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通往乌托邦的那条路 铺满了鲜花 但是当你走到 或者临近乌托邦那个设计者们 给你设计一个世界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遍地尸体和窟窿 这就是哈耶克在那个通往农役之路的那本书里面 几乎表现 就是表述的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现实 当然 哈耶克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经济学家 他写的书呢也比较悔涩 尤其是在解释某一种现象的时候 读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但是我仍然强迫自己在一个非哲学专业的基础上 仍然想要理解他 但是理解的依然是一知半解 但尽管如此 我仍然是读了很多内容 也了解了 尽管一知半解也知道了一期间 所以谈到这个关于乌托邦 我个人的理解是 如果要是我们走向这个乌托邦 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望当中 而事实上那个愿望是永远都实现不了的 当你踏上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看见柬埔寨实现 柬埔寨在实践 那实践的结果会怎么样 凡是读过柬埔寨想走向社会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道路过程当中 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 把男女分开 夫妻不能同房 等等一切的实验 我就想象一下 所有做这种通往乌托邦 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的这些国家们 看看他们的发生的历史 可以说是一路鲜血 一路鲜血 所以想想这个社会 如果要乌托邦能够走向 这个人们美好愿望的话 能够实现的话 我想这社会可能就真的打同了 我个人的理解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呢 那么随着苏联 中国柬埔寨 当然还有其他国家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一个个破灭的那个梦想 我想大概在人类历史上 已经实现不了了 可是偏偏无独有偶 在美国现在似乎是 我个人理解啊 似乎是这个民主党 现在要走的路 正好是想要朝那个方向走 因为那条路是一个养懒人的社会 养懒人的制度 我想人呢 就有他的内心的一种惰性 我什么都不用干 有吃有喝 当然愿意了 对吧 但是如果每一个 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如果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和自由宪章 两本书的话 我想没有一个人 再愿意走那条路 在这呢 我正好借着这个话题 我顺便推荐这两本书 好 就说到这 谢谢 石老师的补充 哈耶克的作品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哈耶克 在这个他的几本书里边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他就是说这个社会制度的形成 绝对不是什么顶层设计 说谁设计好了一张蓝图 跟我们那个老战哥似的 搞这个建筑设计 把这个图纸画好了 交给工人去施工 变万事大吉 但是社会制度的设计 恰恰不是这样 哈耶克提出一个概念 叫spontaneous order 就是叫自发形成的秩序 就这种社会制度的形成 他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他说的这个自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是在一个社会里边 这种多元的社会里边 是通过不同的试错 试试这个 错了 我们就试试另外一个 然后试试另外一个 觉得还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保持这个 制度或者这个方向 所以刚才那个谁 石老师提到 美国这个民主党啊 什么的这个事情 我愿意把这个民主党的 因为这个我们说 这个乌托邦的这个时候 就是说我们暗含这里边 有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是作为一种 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 一种种类 在讨论这种乌托邦主义 或者乌托邦理想 在西方国家 我们至少到现在为止 这种政党政治 还是我以前一直说过的 就是这个西方国家的 这种政党政治 它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 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 大家比方说 我们不能认为 共和党是一个基督教政党 或者说这个民主党 就是一个乌托邦政党 不能这样定义 另外一个 我们也必须在意识里边 认识到 我们不能把他们这么看 如果这么看了 容易会产生一种叫 那种结果的自我实现 就是你会 最后会把它逼到极端 逼到一个 意识形态化的这种道路上去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个确实有一个存在一个 尤其在这个民主社会 它存在一个 这个选民跟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果你逼着它 你这种 你这种负面的 这种想象 有可能会 就是形成一种 所谓的叫自自我实现 我还是宁愿 把无论任何政党 看成一个在 宪法框架内 用来解决问题的政党 那么 比如说我们拿美国为例 保守党 民主党之间的这种 这种这种争执跟矛盾 恰恰就是一个防范那种极端的乌托邦思想 在美国政治生态当中成为一个危害社会力量的一种机制 那这因为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check and balance 所谓的这种制衡 它能够至少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 它有效的起到了这种 就是一个相互之间作为一个稳定器的这么一个作用跟功能 你说民主党的思想里边有没有这个乌托邦的色彩 甚至共和党的思想里 这个政治理念当中 有没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呢 都有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那位学者对乌托邦的这个可能产生乌托邦思想的分类 几乎涵盖了社会里边可以见到的各种思潮和主张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够通过就是这种多元的协商跟制衡机制 能够让这个社会保持一个相对的健康跟稳定 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有可能在法治的框架下继续运行 否则如果我们把某一个政党意识形态化 那结果就非常的糟糕 这里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意识形态这个词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意识形态在英文里边叫Ideology 对吧 其实是这种意识形态是 某种我的理解啊 是区别于传统信仰的一种全新的替代型的社会改造方案 就是它再也不是解决一个具体的 它的目标不是解决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 而是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通常来说西方政党之间的这种争斗 它不是意识形态争斗 而是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解决方案的这么一种争斗 比如说同性恋问题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同性恋问题 因为同性恋是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它不是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因为同性恋者有自己的权利 有自己的诉求 那么如何面对他们的诉求 如何在尊重他们的诉求的同时 又能够保障其他一些不同意同性恋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里边就各个政党会提出各个政党相应的解决方案 那么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那么比如说在美国著名的那个例子 那个科罗拉多的那位那个蛋糕师 不愿意给那个一对同性恋婚姻的那个伴侣 那个做这个结婚蛋糕 认为这个有备于他的宗教信仰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认为婚姻就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 跟亚当夏娃一样 那不可能是两个男人之间 基于我的信仰我不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说既有同性恋平权 既有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也还是保障了这位蛋糕蛋糕店师傅的 他的宗教信仰自由 最后判他无罪 那他有权为跟他这个就是自己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说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事情不能够以基于自己的认知 从简单的对错甚至善恶去了解 我们必须要从问题本身去了解 如果跨越了这个界限 就会容易产生用我们自己认为的善恶去对错 去强求别的人去顺从自己 迎合自己 符合自己的要求 这种强制性 一旦走入这种强制性 这种强制性变成一种社会常态的时候 这个社会离崩溃就不远了 好我先说这些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李俊 那现在请文文先讲 韩慧能听见吗 可以请讲 韩慧好 大家好 那个我说 我就简单说几句 就是刚才我没太听清楚 就是是否徐晖提到了 就是说在以色列有这个 这个类似于乌托邦这种社会现象 我以前读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在以色列 在日本 有这种类似于乌托邦 就是类似于中国 那个共产党公社的那种 这个形式存在 他们采取的是集体所有制 然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如果有感兴趣的人 朋友可以去查一查 这网上能查到 我想说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乌托邦这种想法呢 在我们刚才李俊也提到 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或多或少都有 肯定的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点这种想法 以前呢就是在中国 比如说在中国 搞社会主义也好 共产人也好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物质 物质没有那么发达 而现在的社会呢发展的很快 现在物质我认为这个物质条件已经具美了 比如说现在如果解决吃穿或者基本的生活 完全也完全能够做到 关键就是怎么做 再一个 你比如说刚才我还跟一个人聊 他说当年在我们移民的时候 就有人宣传 不知道这不到是移民公司的说法 还是说加拿大政府的说法 就说加拿大完全可以400年不工作 可以养护着国民 你可能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也确实有这种物质上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加拿大地底下有的是东西 有的水的这个资源足够的丰富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现在人们就是降低这个欲望 然后呢从物质上现在能做到 如果是一个小的社会 或者在一个急务的区域 其实也可以达到乌托邦的这种 那个生活方式 我再讲一下 现在这个目前啊 比如说这个疫情 疫情期间呢 就是加拿大政府 现在就是 我是在讲到 就是说对于失去工作 不能工作的人 那你回家给你2000块钱 这种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是政府也好 是民众也好 都意味着是个短期 但是呢现在持续好几个月了 并且现在又延长了 现在我跟有一些人聊 好多人非常的享受这种 这种那心 嘴上不能说啊 但是心里可能想 巴不得这疫情永远下去 因为啥的 你工作去工作 新型工作一个月也可能也就是 正按照加拿大的工作标准 也就是一个月也就剩4000左右 那么你什么也不用干 各家躺着睡大觉 就来2000块钱 好多人就比较享受 再一个我再说一下 呃 我来这个地方 亏亏各省 福利 好多人 好多人不是说很少的 因为有一部分人 他们就享受这种福利 并且呢 已经就是说几代人享受这种福利 但福利非常低 但是他不用工作啊 就是 是能不能说一种乌多邦思想呢 我说不太好 因为我这个没有这些理论 但是我相信 有一些人 确实就非常享受这种东西 哎呦 耍了 诺诺诺说 好的 谢谢文文 其实刚才在李俊在家的时候 其实有一句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用某一种方式方法 或者某一种方案去解决这个社会里面的问题 这是两个层面 那么请37 我基本是同意老李的 因为我听了稍微来得晚了一点 听了一下 我觉得老李说的 我基本都同意啊 一大 最大的几个话题是一 别指望在这个世间实现完美的世界 这个是指望不上的 而且我觉得 尤其是那种乌托方式的完美世界 就是说我一步到位通过顶层设计 通过某些人的设计 然后来实现完美社会 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而且人的智慧我觉得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像很多现在的一些经济学的问题 社会学的问题 包括伦理的问题 都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 我就是在这些问题上 先不说全能吧 全知全善吧 然后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去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 更何况还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李说的 你不是全能 你就算设计出了一个完美方案 首先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完美方案 人是找不到的 然后就算设计出来了 你也不像上帝一样有全能去推动这个方案实现 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暴政 就是强迫别人的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点上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基本也是这个态度 然后后面就是补充两点的是 有的时候有个别案例 强迫一下自由 或者强迫一些人接受一些 就是这个应该放在最后一点说 第二点是 但是在某一些价值理念的 就是追求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面对了一些社会的 出了一些问题 出了一些矛盾 或者是出现一些就是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也意识到了 然后我觉得可以通过尝试去尽量 进行改良 就是去试一试 看一看这样做行不行 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做事 就前面对于乌托邦那种批评 不能应用到这种方案身上 因为社会一直是在进行一个改良 进步的过程中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解决了问题发现新的问题 然后再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社会 不一定说进步吧 但是至少是社会眼镜的一种 必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上也 其实只要慎重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以去试一下 最后的话我讲一下 就是那个强迫自由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 如果足够慎重 强迫一下自由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 比如说税收本来在某种意义上 是强迫自由 就税收是一个文明社会 他尤其是富人多收点 所以这个因为你钱是 这个叫什么 是自己的自由产权 自由制 这个东西其实是自由了 就是我自由支配自己的钱 我凭什么要被政府 强行收掉百分之多少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也是强迫自由 另外一个方案 另外一个 昨天我在跟另外一个人 讨论的时候 讨论到新加坡的一个事情 就是讨论到美国的 种族问题的时候 谈到新加坡 其实据我的了解 好像新加坡 他们是有些政策 是强迫 其实是强迫种族融合 当然它不是生理上的那种 血缘上的种族融合 和阶层融合 它是在很多的小区 它必须要求你这个小区 住进去多少 不同的族裔的人群 住进去多少 就是不同 也许收入阶层的人群 这是强迫的 但是它确实达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而美国的话 或者甚至很多其他的国家 你就是让族裔和阶层 他们自由去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 或怎么样 那最后就出现了 有些地方就是平民区 有些地方就是犯罪率很高 这个社区就会慢慢的烂下去 社会阶层 甚至是族裔的分化 所以说我觉得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也不要一定 就是特别说原教旨的说 你政府不能强迫公民怎么样 有的时候适度的强迫 就是作为一种实验 就是试一试 看一看效果好不好 不好 马上再改其他方式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面 我也会觉得 就是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就是往那个好的方向去推一下 但是一定要很慎重 我说完了 我同意那个37刚才的那个补充跟表述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个37后来说的这些 那个举的这些例子 我觉得跟那个 就是把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理想 并且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方案去 去强制推行 甚至是要求别人去接受 这还是不同层面的事情 那个37我想说的 还是处在这种就是预见问题 解决问题这么一个 比较理性的这个社会眼镜 跟社会改良的基础上 那我也说的那个乌托邦思想 确实是一个远远流长的东西 还有一个政治改革 有没有这种乌托邦理念的支撑 这也是个可以探讨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亚里士多德 在这个他的政治学里边 他就对政治学有过描述 他说政治学的目的 是为了追求人类终极的善 那他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理想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当我们有理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追求理想 跟实现理想的方式 跟方法 比理想本身更加重要 因为所有的美好善良 这些和平自由平等 这些概念 其实都是体现在 这种理想是体现在 你每一步采取的方式 跟方法上的 而不是 而不能够陷入那种 说我为实现目的 不择手段 我是真理在握 只要为了我能够实现目的 其他所有挡在我前进道路上的人 都是必须被清除的绊脚石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认为 实现理想的方法 比理想本身更加重要 或者说 这种方法本身 应该就是理想本身 而不是说 我用恶的方法 实现了理想 然后我就会变成了一个 尽善尽美的社会 那种想法 既是不可能实现的 也是非常危险 还有再有一个 有关于乌托邦思想 如果它变成一个 社会改造方案的时候 会带来的一个恶果 就是前面我们也说过 乌托邦是类似 一种精英的顶层设计 这种顶层设计 作为社会改革方案的时候 就会暗含着一种什么东西呢 就是暗含着一种等级制 就是你看我是 天底下最聪明的天才 我设计出了这一套 无与伦比的完美的改革方案 那么毫无疑问 我就如同先知一样 是比你们任何人 都是超绝群伦的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 然后 跟着 我的人那必须得服从我 这就给这个社会 形成等级制 带来了天然的合理性 跟合法性 比如说 我们在从苏联到中国 从这个 这个谁 那个列宁开始创制的 叫 先锋队理论 说这个共产党人 是这个 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然后 再顺着往下排 就把整个社会 就分成了 各种三六九等 这个我们 每一个在 在共产国家 有生活经验的人 对这个事情 会毫不怀疑 而且大家也已经 比如说中国的社会 能够 能够维持到现在 就是大家接受了 这种等级制 共产党人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那他们就是已经 比我们早 接触到了 并且掌握了 共产主义真理 那么我们大家 当然应该服从 那他就把这种 通过这种 意识形态的理论 把这种社会的 等级制加以固化 同时也把各自的利益 加以固化 那 这也是这个 这种乌托邦的思想 如果走向极端 如果变成社会改革方案之后 容易 甚至或者 就是必然带来的一些弊端 好 我先补充这一点 谢谢 好的 谢谢李俊先生 那还有没有 其他哪位有发言 其实我觉得这事 在我脑子里面 就也挺简单的 就是天堂就是天堂 人间不存在天堂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 在人间实现一个 人间天堂 这种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想要实现的话 就麻烦了 天上有人间 天上有人间 人间无天堂 天上人间 这个 不延伸了 好吗 刚才我对那个 乌托邦求了两个极限 一个极限就是说 把这个 把包子的馅儿 求到无限小 它就变成馒头了 它馒头当然不是包的 所以我只是 谈家庭问题 只是做了一下隐身 并不是说 把乌托邦就扩大到 家庭这个角度了 只是里面有一些 现象 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 对这个乌托邦的事情 求了一个无限大的极限 就是说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人类所想象的 设想的这种叫设计型的乌托邦 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 面临着它整个这个物理规则的这种宇宙边界的时候 它暂时还没突破这个边界的过程中 那很可能在某一阶段 我们已经探索了边界内的所有的边边交角 那这个时候确实有可能出现一种 就是说乌托邦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一种一种人类社会的形态 这个形态有可能是短暂的 有可能是长久的 有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所以说乌托邦这个事情呢 怎么说 如果说按照它的这种狭义的定义 很可能就是说一种设计状态下的一种完美社会 那但是如果说你看宗教里面不是有天堂吗 有那个有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人们想象的一种一种乌托邦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乌托邦是必然会降临的 要么是科技推动整个人类走向这个乌托邦类型的这种社会 要么的话就死亡把你带到哪去 所以说怎么说呢 有这种完美的想象 或者说有面对这种完整完美社会的这种可能性 我倒觉得未必是去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很可能实现的那一刻 或者实现那个阶段对于人类来讲 并不是一定是幸福 因为如果你探索了所有的位置的话 你可能就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真的有导致灭亡的危险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去讨论乌托邦这个实现途径 或者说其他方面 另外一个对于美国社会的这种形态的这种误解 刚才施老师说的 比如说特别是对于左派政党的这种乌托邦倾向 但实际上左派政党它就像刚才其他网友回应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的这种需求 而民众这种需求在政府的这种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之下 是可以达到的 它达到的方式是通过印钞 来评分富人的财富 或者是说让富人的财富向这些 没有社会保障能力的人去流动 而在瘟疫这种前提下情况下 任何人任何富人也不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但是如果没有瘟疫 你政府去印钱去来给穷人去发钱 去给生活费 让他不去工作的话 那整个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 或者所谓的这些公司肯定会在形状上进行反对的 但是面临着这种人类共同的危机应对的时候 这种暂时现象 或者说这种暂时现象持续两年 我个人也不是认为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整个人类社会积累下的财富 这完全可以做到这种 这种社会的这种 照顾或者是看护的 甚至在一些不这么发达的国家 实际上通过全球化的这个体系 也能获得相应的援助和支持 要不是因为一些就是说地缘政治的问题 实际上人类社会如果在全球化的规则和体系更完整 全球化这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世界粮食组织的这种职能达到超主权的加强的话 那实际上人类已经可以有能力 有这个科技生产力 也有这个社会动员能力去解决很多 现在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好就这么做 好的谢谢纳兰 那接下来请三十七发言之后 请李俊做个总结 然后我们今天我觉得讨论的也蛮 就是因为这一个一个概念 会差出来很多不同的话题 我们还是这样 就是说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题都去 全都每个支撒都延伸出来 然后再去做细节的讨论 三十七请讲 随便想起 因为前面韩奎又说了一句 然后因为我平时对韩奎的思想的这个倾向 还是多少有点了解 我只是说在这里我会 在这里补充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 就是一步到位的那种特别激进的去追求乌头帮 我是肯定是反对的 但是也不是说 就是说当你说那个乌头帮是肯定不能实现的 这个去朝那个方向去走 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要看 就是你比如说我打 我就这么说 以两千年前或者一千年前 甚至对于中国人来说 三百年前来看 现在的西方的很多社会就是乌头帮 就是乌头帮的实现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乌头帮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哲学意义上或者宗教意义上 我们所说的你让一个哲学家去定一个完美 那我认为这个在人世间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我觉得他可以说追求的一种完美世界 其实你从哲学意义上或者从宗教意义上都不是完美 但是他是相对于现在来说是很完美很完美 就像现在的西方的一些世界 你相对于五百年前的中国来说 那就已经是完美世界了 甚至比五百年前的中国所设想的完美世界还要更完美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我就觉得还是要 是弱化这个命题之后 他这个命题还是有一些指导意义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乌头帮讲的那么完美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眼前能看到的一种更加完美一步的话 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这个就涉及到像前面纳兰说的那个事情 其实我们想想吧 你说老毛那个时候说的就是人人都有饭 是你至少不会饿死对吧 你想其实现在美国也能做到 就算美国在西方世界当中不是特别 但你说美国有人被饿死吗 那呀我是很难想象的 对吧 那更不要说在一些更加就是注重平等的一些 比如说北欧啊或者欧洲的一些社会 那么不存在你就是一个残疾人或者是一个就是懒人吧 他就不干活他也不会被饿死 那这个在老毛那个时代有可能就觉得 这已经是乌托邦的实现了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美国的医保问题 其实美国也不存在说你没钱看病就把你 就是像中国一样你没钱看病你就去死吧 其实美国只是最后他跑到了急诊室里面 他把急诊室的系统给挤烂了 因为他到最后说你平时看病挂不上号 因为你没有医保啊或者怎么样 他平时不看病或者是说会遭受到种种障碍 但是他等到真的是病发了就是或出了什么问题了 其实他进急诊室美国也做不到就是见死不救 所以说像这些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历史阶段 以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说 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那这个就我觉得是值得 反正在这方面 我是觉得你既然美国你你那个叫什么 你比如说你穷人你买不起保险 然后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就像你买不起饭 我也不能眼睁看你去死对吧 就说穿了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如果社会有余力的话 那我觉得去进一步去把这些事情给做一个基本保障 我觉得也没啥大不了的 也许也是迟早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的 谢谢 谢谢37的补充 那个我跟37还有这个那个前面几位网友 我想我们就这个问题 在很多层面上都达成了相互之间的一种理解 有关于这个乌托邦的理论 乌托邦主义跟乌托邦的这种理想国能否实现 这是一个确实是像那个谁韩奎说的 可以从这里边可以牵出很多支插的一些问题 我将来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继续进行探讨 作为一个总结吧 我想还是引用一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学者的话 或者重复一下 就是乌托邦这种思想 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 他在某种意义上和很大程度上 有助于我们正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社会所遇到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他是无可否认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如果把乌托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舍弛而无他的社会改革方案 去坚持去实践的话 这种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个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想乌托邦 我们如何看待乌托邦 用一个简单的话说 这可能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平衡之道 以及我们如何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基于多元的方式去看待我们所处的这种现实的世界 并且通过这种协商的 不是那种非此即彼 非我无他的那种单向的认知 去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矛盾 这可能是我们解决问题 一个必须要采取的一种路径 好 我就简单就说这些 完了 感谢韩奎 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谢谢 好的 谢谢谢谢李俊 那我再稍微回应一两句 就是说我们后面可能会牵出来 或者也就是说已经牵出来的问题啊 比如说乌托邦在 就是每个人心里面 是不是都有一个乌托邦小宇宙 还有呢就是这个乌托邦是不是一个变量 还有就是乌托邦思想 还有呢实现乌托邦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乌托邦社会里面的福利政策 和这个乌托邦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我这里面当然没有总结权啊 还有很多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 感谢各位的参与 感谢各位的支持 欢迎订阅欧洲13点 再见